如今,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都住进了高楼大厦。 一些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知道,有些东西在农村很常见,像只鸟啊,大蚂蚱,大蛆蛆之类的,但是在城市中却很少见了。 一农村大爷,在地里干农活,这时候他发现了一只大虫子,仔细上前一看是一条大武功,这么大的武功大爷可是头一次见,不过看着他那密密麻麻的腿,弄得大爷头皮一阵发麻,赶紧离开了。 蜈蚣很是可怕,旁边的村民听见大爷的叫声跑了过来,村民说这大蜈蚣正在褪皮啊,长成这么大个,应该活了很久了,说不定是指蜈蚣精正在肚结呢? 看这只大蜈蚣褪下的皮是紫色的,里面的心皮是黄色的,这时候有人说,现在蜈蚣正在褪皮没有任何防备,是他最没有攻击性的时候,不如将这只蜈蚣弄死算了。 看着怪吓人的,旁边的村民出来阻止说,这么大的蜈蚣长这么大,都应该是有灵性了,这样弄死了不好,这也是个珍贵的生命,就将它放生吧。 大家有人见过这么大的蜈蚣吗?图片来自于网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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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